希望你们在家里要好吃维吃 好好照顾自己 多一点洗手用回照洗手 然后吃营养的食物 做一点运动好不好 好 那要睡得够 不要熬夜 不要看电视看太久 好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么美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恩高你不配的仆人 让我们听到的讲到的 都得到力量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谈的 就是今天所讲的经节 就是说 耶稣说人作渴乐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一直在谈这个水 耶稣呢 并没有说 凡口渴的 可以到金钱 或者地位和民居 或者到前世 或可以到世上的 享乐去喝水 而是说 人作渴乐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因为只有主呢 才能满足我们的干渴 所以我想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要寻找 可以给我们灵里面 得到活水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找到的 我们可不可能用金钱 用我们的势力 来找这个活水 这个满足感 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 这个秦始皇 就是很怕死 我在西安 就是听了这个陈牧师 跟我讲故事 这个秦始皇呢 就是盖了这个 很大的这个 万里长城啊 用人的骨头啊 用人的头的 来铺地啊 来盖这个长城 所以最后呢 他盖了一个坟墓 万海靠着山 希望他子子孙孙 可以蒙福 他也长寿 到处寻找长生物 找那个药方 可以长寿 但是最后呢 他五十多岁就死了 所以今天 秦始皇以为呢 他当了皇帝 什么都可以了 他很喜欢 他很舒服当皇帝 他需要 希望他永远的 可以长寿 想尽办法 去找那个药方啊 长生不老的药方啊 希望吃得不老 不死 但是最后还是死 为什么呢 没有满足感 他找不到活水的源头 今天呢 我们来看 在以赛亚书 第五十五章 第一到第二节 圣经说 你们一切干渴的 都当靠近水来 没有赢钱的 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 买了吃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看 这个经纪在以赛亚 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 来来来 没有钱 有钱 来 你来来 来靠近水 你们为何花钱 买那不足为色的物的呢 用劳力得来的买 那不死人 饱足的呢 你们要领域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得想肥肝 心中喜乐 亲爱的弟兄 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可以到神那边 祂会供应给我们 满足的水 祂会给我们 在我们生命里面 使到我们舒服 喜乐平安的水 这是何等奇妙的事 无论是否有地位 名举 前世 或者福贵 男女老少 贫富贵贱 反干渴的 都可以到神那里喝 祂在依赛亚书 早就已经跟我们讲了 你们来到我这里 喝我的水吧 你们就满足了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祂不要我们付出代价 购买生命的水 若神要求我们付代价 没有人可以付得起 因为神要我们付上的代价呢 就是立法上公义的行为 没有人可以做到 若要接受立法上公义的行为 才能被神肯定 到神那里喝生命的水呢 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因为无人能借助立法上的行为 被神称义 你说牧师 你怎么讲 好 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已经几千年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 现在最腐败的 最使我们伤心的 你看 我们中国人 现在很强 但是很多中国人 都不称义了 我们以前所教导的 孔子所教导的这些 路加想法 路加谢说 完全都没有做到了 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 结分离分 同性恋 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国家 允许同性恋的国家 我本人非常的伤心 因为我曾经在台湾念过书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相信 会允许这同性恋呢 但是人就是人 没有办法 可以称义 中国人 以前我在小的时候 我们所学的 礼义廉词 现在的年轻人 完全都忘记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很伤心 就说 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中国的这个学问 路加思想 是很了不起 但是呢 做到的很少 那信主之后的我呢 就慢慢的了解到 我们人生 我们人哦 用直邪 人的直邪 人的邪问 和神的邪问 神的理论呢 完全不一样 我们人呢 是用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直邪 来教导 下一辈 我们中国人的人类 我不是说不好 我说非常的好 但是很可悲 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没有圣灵 在带领我们 我们得救 本负以恩 我们被改变 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才感 不是 我们信主之后 神的圣灵呢 会慢慢给我们一股力量 改变我们的人生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改变我们的嗜好 所以 神不要我们人 以为呢 我们用钱 或任何价值 可以来买到生命的水 不是凭入立法上 公义的行民 什么就叫立法上 公义的行民呢 那就是说 你看我们中国人说 我们离一连事 我们要以礼貌 要尊重长辈 我们要爱人如己 世界都是非常好的 要孝顺老人家 你现在看到 几千几百万的人 都把他们的父母亲 扔到老人眼去 口里说 我们要干活 我们不能够照顾 我们的父母亲 但是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的父母亲的两只手 把我们养大成人 当我们跌倒生病的时候 小的时候 妈妈流着眼泪 抱着我们到医院里面 找医生 所以今天呢 我想告诉你 母亲的爱 我们是不能够用金钱 来报答她的 我已经没有妈妈 一年多了 到今天还是很想念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能够报答 她对我的爱 她对我们付出的牺牲 神就是要我们明白 我们不能够靠着教育 立法 中国的文化 知学 理论 来实行我们人生的 这个标杆 就是我们人生的 这个 最终的这个目的地 因为人 软弱 我们乃是本负于恩 也因着信 耶稣呢 来买生命的水 任何人都可以相信 你说牧师 我真的不明白 你在讲些什么 我告诉你 罗马书第四章 告诉我 第四章十六节 所以人得 所以人得为后事 是本负于相信 因此就 属福于恩 唯独凭着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才能继承 神的国 并成为 他的后事 那 我想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 教导我们的 子写 我们的理论 我们的律法 都非常的好 我也很喜欢 可恨的 我们人类 是水肉体的 做不到 做不到这一份 那 为什么呢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来到 主的面前 我们听了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呢 是像两 是像两人的剑 又很坚力 可以吃着骨髓 我们领一份 让我们什么呢 改变我们 以前 他没有信主之前 对他的父母亲 非常的没有礼貌 而且忘本 最后被圣灵感动 信主之后 180度的改变 非常的孝顺 他的父母亲 非常的疼爱 他的妈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是硕士的协位 他在社会上 非常的有势力 为什么 他极恨 他埋怨 他的父母亲 那最后信主之后 他悔改了 神改变了他 要关怀 他的父母亲 所以 我想告诉你的故事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靠着神的话语 以他的圣灵呢 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 我们的生命会变成一个很灿烂的生命 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义的人生 有目的地的 人生的标杆 为什么呢 耶稣的话语 勉励我们 耶稣的话语 赐给我们力量 可以克服我们肉体的私衣 我们的 妒忌 我们的疾恨 可以靠着圣灵 可以把它给挪走 所以希望你 来到主的面前 喝他的水 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说 主啊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 喝你给我们的水 让我们喝了呢 我们可以得到力量 可以成为你的后世 谢谢你主耶稣 这么疼我们 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可以请敬你 主啊 祝福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领袖 赐给他们智慧 我们的医生 福士们 让他们有这样的智慧 可以帮助我们人民 管理这个国家 让我们可以战胜这个兴趣 我们相信主耶稣 我愿意明白 你的呼准 你的呼噪 你的引导 我愿意跟随 我愿意跟随 主啊 我在这里 等候你拆迁 使用我 主啊我在这里 等候你拆迁 使用我 我在这里 专心等候你 让我成为你亲密 我在这里 全心仰望你 献上我一生为你 我在这里 专心等候你 让我成为你亲密 我在这里 全心仰望你 前上我一生